9月30号 星期六 今天是双节 原本是想出去溜达溜达 一看那个图上 南京路上 那个人挤着都跟豆包似的 都落不下脚了 把我吓回来了 怎么办呢 利用休息时间 利用双节 给朋友们来一个小道家餐 今天带来的板块是科技类的 大家看这是什么 这个是大盘国 大盘权重 大盘权重上升指数 现在走的呢 从MACD这个位置来看 MACD现在都在红轴附近 那个说什么是红轴 就是在这个地方已经出现 很多天的主动型买盘 虽然说MACD的值还在-10左右 但是已经向这个零轴附近靠近 这证明什么 大盘正在修复 正在修复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提前做好准备 因为机会呢 是留给有准备人准备的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就属于大科技板块类的 首先大家看啊 就是半导体 那么半导体它跟大盘有什么关系 首先来瞧 半导体是提前建了一个底 提前建了一个底 现在呢 又低点不破 同时大家看这里 MACD呢 虽然在 在零轴的下方 但是 离它很近呢 也就是这个位置 稍稍一动身子 资金往里一推 稍稍一放量 就像这儿似的 就像这儿似的 只要稍稍一放量 马上就能推起来 也就是机构深耕的品种 它们的优势还是很足的 为什么说机构深耕呢 我们缩小一点看 去年 你瞧 去年的时候 这里还形成一个大双比形态 我们再往前年看 那位说怎么又看前年了 前年呢嘛 那就是机构深耕嘛 瞧 人家还创了新高呢 那位说创新高 跟现在有啥关系呢 关系非常大 首先之前这一大波 那就是资金推动型 那位说像半导体 那之前呢 都赚了盆满钵满 现在呢 受到了排挤 还有大洋彼岸的打压 所以说它出现了一轮下跌 但是人家出现下跌的时候 那先前进了这么多的东西 反复推升 这不都是大资金运作的结果吗 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位置 说之前机构都深耕的品种 现在经过回调之后呢 它们很有可能就率先起稳 所以它这个位置 具变一定的上升空间 那么我们跟 为什么跟上升指数对比 上升指数是什么样 这不也是去年双底形态吗 那这回再来看半导体 半导体 去年也是双底形态 是不是它们属于这个区间 都是够低 这不就是有低位 低是什么意思 底下的东西才有价值 这个就叫做位置决定性质 位置够低 那它未来上涨的空间才大 是不是这样 所以咱们带来的半导体呢 大家仔细参悟一下 另外呢 我们再来看 跟半导体同增同根同足的是什么 是元器件 大家说元器件跟半导体有啥关系 元器件跟半导体几乎就是如出一辙 那它跟它俩有啥区别呢 仔细看好啊 这个位置需要看得非常仔细 半导体这个位置可是屡次不创新低了 就是从去年的四月末来了之后 人家不创新低了 而半导体呢 大家看是不是不一样 曾经创过新低 这里呢也相对低 所以说它的位置够低 那为什么我们不去看元器件呢 你看啊 我们说半导体跟元器件实际是一码事 先看一眼元器件 元器件能代表什么 你瞧 元器件大方向是什么 低一点不破 而且已经抬高了这么多 那半导体呢 你再来看 半导体这个位置是不是没有元器件抬得高 问题就在这 如果元器件低一点抬得这么高 并且就在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 人家涨的是最多 而且一举上涨 拿下了二十日线 大家看这个二十日线可不是一般的线 因为它叫机构的声音线嘛 那你看二十日线迅速就打破了 上川 当机构大票在做它的时候 是不是二十日线上方就是一个启动啊 往往都是这样 那么你等它启动的时候 我们再追 就明显是追高 所以说给大家带来的是半导体嘛 你看半导体距离二十日线是不是有空间 而半导体和元器件 都是大科技里面 集成电路 这一支一脉 那么它们两个不应该相差这么多 所以说它要是上到二十日线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空间就有了 位置决定性质吗 这个是咱们说的 它低有低的道理 就是这个意思 另外呢 我们再来看 像半导体啊 元器件啊 它们都属于大科技类 而大科技类的呢 又都存在于像 咱们的像这些个科创版呢 和创业版当中 那先看一眼 创业版 创业版最近呢 大家都很关注它 因为创业版呢 又创了新低之后 还破了两千点 现在最低一点 打到了一千八百多点 一千九百这个六十多点 打到这一千九百 哎呦 下一段 下一段 创业版打到了一千九百六十多点 这不是破了两千点的重要支撑吗 重要两千点为什么重要 这不就是整处关口吗 炒股炒的不就是情绪 炒的就是心态吗 当心态被打破的时候 往往就在这里 它会止跌上涨 你看 就连创业版在这个位置 周五是不是也是慢慢的低点 在不断抬升 同时呢 这一根大阳线的半分位 人家不破 周五的时候 又收在了五日线上方 创业版里面最有龙头效用的 那不就是跟这些个高科技有关系的 你像半导体 元气件 是不是这样 没错 所以说 这个位置明显看 它已经走得非常强了 或者说 这个位置 最起码它现在 比上证指数走得强 你看啊 半分位上方 而且五日线上方 并且远离半分位 对不对 那你看上证指数呢 上证指数是不是还在半分位附近 五日线下方呢 没错 所以说 现在人家创业版 已经走得比上证指数强了 那么我们 在这种前提下 大盘都很弱的情况下 那不就叫弱势里面出强谷吗 强者横强 那么什么强呢 你先从指数上来找啊 创业版比它强 比上证指数强 所以我们看一眼 创业版的同时 那么把创业版里面的 最有代表性的东西 半导体 元气价 给它找出来 你来看元气价 元气价 是不是第一点 不断上升高 并且 人家一举拿下 二十线 远远离开 这个五十线 并且跟半分位 没有一毛钱关系 收盘价在 大阳线上方 那是不是跟半分位 没关系 所以说现在半导体 已经走出来了 走出来的时候呢 大家如果跑这来 那不叫追高吗 所以咱们看的是半导体 因为半导体呢 在这儿是第一点在抬高 刚收复五十线 同时也在半分位的上方 这个就相当于 它还没向上冲 冲上去之后 破了二十线 那么它才能跟元气价 相等同 所以说这不就是空间吗 再看一眼元气价 是不是元气价 已经站到了二零线上方 并且远远高于 这根大阳线 这就是它的一个作用 它有一个方向标的指向作用 那么接下来半导体 不就是好根了吗 同时我们刚才说到 几大指数啊 上证指数比创业板弱 那我们再来一看 创业板比谁弱呢 我们看一看这个生成值 那么那位说 说生成值 跟这些东西又有啥关系 你看一眼呢 生成值 是不是比咱们上证指数也强啊 为什么这么讲 它在半分位上方 收盘价 在五日线上方 并且人家前一天 就收出红角线 这个就是强势吗 来你看上证指数 上证指数 虽然前一天也是红角线 但是上证指数 这个是红的一丢丢 同时呢 在前一天的时候 已经破了半分位 这不就是生成值 也比上证指数强吗 那么再来看另一个 这是科创板 大家说 哦 科创板 已经创了 把前面这根大阳线都抄了 而且 这是五日线上方在运行 并且远离半分位 原来是科创板最强 然后呢 是创业板 再然后呢 就是生成值 最后才是上证指数 那那边问 有没有比上证指数还弱的呢 这两天的确是有 就是上证50 上证50呢 这些大权重指标股 比上证指数还弱 我们就不谈它了 所以今天我们谈的是 像半导体呀 元气件嘛 最后再谈一谈元气件 元气件呢 现在已经打出了样 这不是上涨回到20线上方 又出现了做多的情绪吗 那么我们再缩小一点看 元气件是什么样 元气件高高在上 现在形成了多方的一个叫空中加油 一旦空中加油结束 前期深耕的品种 那么在这儿再拉出一杆 创新高的话 那么这些科技股 可都能找得不错 你像半导体也好 元气件也好 现在他们都在零轴这个附近 也具备向上涨的动能 同时前期深耕资金来了这么多 没有办法跑出去 资金没跑出去 这才是它未来上涨的动力 如果说资金都跑了 光剩下我们散户在这里玩 咱们可不敢碰 如果碰的时候 那要真的咱们成最后那个接棒呢 可麻烦 好 最后总结一下 半导体也好 元气件也好 它们都属于大科技 那么现在呢 像我们国家的出口啊 往往都是往这些个高科技 高端的地方往这上顶 因为它们出口之后 会创来更多的外汇和附加值 另外呢 我们在进口的时候 明显现在有了瓶颈 并且呢 有一种卡脖子的行为 尤其是大洋彼岸 话里说得很好听 但是案例里背后紧得下半子 给我们呢 包括这些高科技啊 都创造了很多麻烦 并且呢 还有一些预退市等等 对我们啊 这些高技术的封锁 那么我们这些科技股 尤其是高科技股 是不是要解决卡脖子 解决自主自立的问题 所以说在国产替代这方面 这是一个大政策扶持的一面 所以说呢 它既然有技术面支撑 基本面呢 又有一个我们整体向好的趋势 因为我们国家现在啊 就是高技术产业这方面的 底层特别扎实 尤其成为世界工厂之后 那么很多东西 外国人都跑到我们这门来制造 你比方说人家周四那边上飞机 到我们那边周五交图纸 然后呢 说周六周日就两天 人家周一就能拿到样品 这个就是我们科技的力量 所以说呢 我们底层基础都很好 现在剩下的就是政策扶持 一加深入的话 我们再把这些个国产替代拿上去 你再比如说那些个光刻机啊 等等 这些高水平的芯片呢 都会跟着它应运而生 这不就是科技的力量吗 所以这些东西先行一步的 就是半导体 元器件 它们已经动了 那么在这呢 大家好好利用 朋友们 我是古邦 喜欢古邦大家关注 明天早晨呢 我还有早播报 我们明天早播报 见